近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通报2021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 深圳高新区综合排名第二名 其中 综合滞效和持续创新力单项排名第一名 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单项排名第二名 根据火炬统计快报显示 2021年 深圳高新区营业收入超2.2亿元 同比增长6%以上 已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引擎 据悉 本次评选是按照2021年新修订的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的首次评价工作 评价结果认为 深圳高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经济增长 企业研发投入力度 科技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表现出色 数据显示 2020年 深圳高新区已占全市约8%的土地面积 创造了约30%的GDP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产田 高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4415亿 占全市38.39%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075家 占全市27.21% 境内外上市企业142家 占全市约三分之一 年产值超亿元企业823家 是名副其实的高新技术产业壮大的主阵地 2020年 高新区拥有国家级和省级研发机构 643家 占全市超四成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为13.57% 成为深圳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 同时 高新区内国内外高校的产学研机构集聚 成为带动区域创新的主引情 现在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 刘所长您好 根据您的观察 这么多年来深圳高新区的发展 对于整个深圳和整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1996年成立以来 到目前整个高新区160平方公里 贡献的营业收入超过2万亿元 GDP超过7800亿元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那么从国家层面来看 全国169个高新区 深圳高新区的排名一直是名列前茅 所以来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 在全国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 那么对标国内前一二名和国外先进 结合大湾区建设与前海方案 您认为深圳国家高新区需要找到什么突破吗 我想未来高新区的发展 还是从三个方面来继续突破 一个是改革 第二个是开放 第三个是创新 那么在改革方面 要围绕着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改革试点 继续发挥我们改革的排斗兵作用 在生物医药 大数据 人工智能领域 取得一些行业的一些突破 形成一个政策的先行示范 在开放方面 要加强和周边区域 周边城市 以及国际视野的一个联动 链接国际的创新资源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那么第三个方面在创新方面 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研发 将我们的创新环节上移 加强我们的基础研究合作 加强我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 在国家的一些关键的科技创新领域 在一些卡脖子工程方面 发挥深圳的作为 让我们高音区参与到全国科技创新突破 参与全球竞争合作方面 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谢谢刘老师